每晚八点 聆听读者 所以我们只简短地打了一个招呼 连分道扬镳 我们曾经关系不错 很久没联系 上车以后 我想着了解一下她最近的生活 于是便打开了她的朋友圈 结果发现 没有三天可见 也没有半年可见 但最新一条朋友圈时间却是一年前 唯一时间竟有些愕然 她以前可是朋友圈的活跃分子 什么事情都喜欢在朋友圈里吆喝吆喝 为什么就不发了呢 难道这段时间过得不好 刚退出她的朋友圈 就收到了她的消息 聊了一会儿才知道 她上半年刚跳槽去了一家著名的互联网公司 薪水翻了一倍 年终和男朋友已经见过家长 下个月就准备要结婚了 渐渐都是大好事 可她却一条朋友圈都没有发 抱着疑问 我询问了她原因 她说 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就是觉得没意思 不想发了 我突然很羞愧于我片刻前的肤浅 我们发的每一条朋友圈 其实都暴露了我们的生活状态 生活中 很多人跟我一样 觉得不发朋友圈的人 生活一定很无趣 连发朋友圈的素材都没有 可事实却是 他们或许才是最值得恭喜的人 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发朋友圈呢 我学问了很多人 大多数人都说 发朋友圈的初心是为了揭露自己的生活 但事实却是 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被朋友圈牵着鼻子走 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几种情况 出去玩一趟 高高兴兴地拍了九宫格 却因为有杠筋在下面抬了一句杠 然后一整天的心情都受影响 拍了好吃的食物发到朋友圈 本意只想分享自己的生活 却因为别人不疼不痒地评论了一句 想了好久该怎么回 微信的行友越来越多 某些特定的朋友圈只有某些特定的人能看 于是 我们每发一条朋友圈都要花上许久去设置分足可见 我们本以为是我们在消费朋友圈 可慢慢地才发现 是朋友圈在占有我们 在占有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精力 我们的心情 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本来的生活 朋友圈说到底是一个社交工具 不是一个记录的工具 除非一开始你便只设为自己可见 不然便免不了要进行社交互动 而这些互动经常会包含着许多无意义的社交 他们就像鸡肋 食之无味 可我们却总是免不了要对他们做出回应 后果就是 浪费时间的同时 可能还浪费了好心情 何必呢 还不如直接私聊朋友进行分享和讨论 加深感情 节约情绪 所以我要恭喜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 他们不发朋友圈的背后 可能是放弃了无意义的社交 把时间留给了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曾经看过一个短片 短片讽刺了社交网络上 人们热衷于维持自己虚假人设的行为 短片中主要讲了这样几个故事 有人早上起来洗完脸 打上厚厚的粉底 却躺在床上假装刚刚醒来 拍下照片发到社交网络 有人开车到郊外 却走到了一旁戴上了安全帽 拍了自拍发到社交网站 说自己在骑行 有人明明办公桌乱到不行 却只挑出几样东西 拍了张干净整洁的照片发出去 假装自己很爱干净 有人和男朋友明明感情淡漠 却拍下故作亲密的照片 发到社交网络 假装自己感情甜蜜 短片中的例子故事 不然有些夸张 但它背后暴露出的 却是很多人的通病 在朋友圈挖人设 朋友圈就是一个展示我们的橱窗 为了将自己最想让别人看到的一面展示出来 为了索取他人的认同 我们先是慢慢压抑自己 后来竟开始慢慢假装 为了发一张好看的照片 我们花掉几个小时将自己的脸披瘦 却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 花上一个小时去运动 可生活是过给自己看的 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就算我们骗了所有人 甚至骗过了自己 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发生丝毫的改变 只会越变越差 更有甚者 当其他人了解到真实的我们时 还会产生巨大的落差感 还不如将这个时间花在真实的自我身上 比如利用拍美食照片的时间 多练习两道菜的做法 利用修图的时间 多跑两圈步 所以我要恭喜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 他们不发朋友圈的背后 可能是不再沉迷于互联网营造的橱窗假象 而是选择更多的专注到真实的生活 罗振宇在2018跨年演讲上 分享了一个数据 数据来源于印象笔记的唐义 5月份 朋友圈里最热闹的话题 是创造101的王局 单位收藏最多的文章是 记住这1582个字 搞定思维导图 6月份 社交平台上最火的事 是转发扬超越 单位收藏最多的文章是 如何独立思考 这里有一份全指南 9月份 娱乐圈发生了很多大事 单位收藏最多的文章是 如何真正把你的知识体系建立起来 三千字就给你说清楚 就在我们沉浸在朋友圈的七嘴八舌中时 更多人在默默地努力 作者杨新文曾经分享过一个故事 他有一个朋友 平时很爱寻找一些好吃好看的食物 每次翻开他的朋友圈 就是一张鲜活的美食地图 但是他也不止一次发朋友圈说要减肥 甚至在朋友圈天天打卡自己的奋斗目标 有时会配上一张美美的自拍 正当作者期待更多的分享时 所有的记录却忽然都不见了 朋友最后竟慢慢地消失在朋友圈中 三个月后再见他 绰号是敦敦的他 已经拥有了一双美腿 这个故事固然很励志 但也从侧面告诉我们 一个默默努力的人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这是一个浮躁的社会 很多人已经习惯将自己的目标 公之与众 而不习惯在角落默默地努力 可在生活中 很多不发朋友圈的人 都像故事中的主人公一样 在别人看不到的角落 正默默努力着 默默提升着 所以我要恭喜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 他们不发朋友圈的背后 可能是不再沉溺于 由别人的认同而带来的快感住 而是选择了在看不见的角落 默默加油 享受那些自己带给自己的喜悦 说到底发不发朋友圈 都只是一种选择 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但若是一个人选择不再发朋友圈 我想我们应该恭喜他 就像蔡康永在采访中说的那样 我相信不发朋友圈的人 把大部分的心力拿去对付真实的生活 我会恭喜他们找到了生活的重心 恭喜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 当一个人把更多的精力 放到现实生活中 生活也一定会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好了文章分享完了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雁坤 再见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过雾 月过风 流过眼泪和感动 离开是祝福什么 只有未知的以后 雨或情都匆匆 只能学习这把握 再美的穿下就懂 不能为谁而停留 很想牵着你的手 土会想要的天空 神明与晦晦 有你陪酒能看懂 不再发花的世界 偶尤南月的沙江 你困在黑白之中 眼里只会有彩虹 梦儿啊随着它 我们可能明白吗 松开手 是最美好的拥有 如果能 如果能 流出眼泪和感动 即使短暂的雪花 珍惜刹那的所有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